拜 像这样 因为它是整个 壮家打 整个进去的 现在今天我们做的是 柔森连环八卦掌 里面的掌法 我们叫做开掌 它隶属在地质八卦 我们有天干地质 我们在地质八卦里面的一个掌法 我们叫做开掌 八卦掌要求重心呢 坐在后面 它跟一般的 犬种比较不一样 但是对八卦掌的练习者来说的话 他要求的是 重心是坐在后座 他坐在后座的时候 身子是要吃的 他都会非常吃你的腿 因为从来没有这样使用过你的身体 它是一个不一样的结构 这时候我们再站起来 那你先不要做 你先看我的动作 我们先采用呢 八卦掌的里面的臂肌手 来做学习 后面我们再把它替换成另外一个 起式 在这里 第一个步骤呢 先右脚往后侧一步 之后呢 前手带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接下来后手向前 向前在这边旋转翻来之后 把它压出去 来 一样呢 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 对 然后这只手呢 放在这里 二的时候 右手往前面 在这边 碰到画了一个弧 到这里 然后三的时候 推出去 好 好 好 再一次 开掌的动作 来 臂肌手 一 二 三 那这个呢 我们叫做 开掌 没有 我们就出去 慢慢玩 好的 那不管怎么样的手勤 到这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进行开掌的动作 这个开掌的动作呢 它飞起来 因为飞起来 那出去的目的就是为了 撞墙 跌倒 用力去打保领袖 打其他人 大概作用只有这样而已 但是你出去又怎么了 那你会回来吧 这次我急成功了 我有很多选择 在这位置我可以晃一下结束 对不对 我可以晃一下结束 对不对 我可以晃一下结束 我每个位置都可以让你瞬间结束 一 二 OK 那如果我做比较完整一点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你会让它长是长这样 側面的话呢 我对着你也很硬 就是我 摆 这样 你会把它是整个 撞加打 整个进去了 往前冲的那股动量 是为了要把你的颈椎打掉 肋骨打掉 身体打掉 这个就是我们做开张的基本动作 那现在我们再一起练一下 我可以晃一下 我可以晃一下 我可以晃一下